大家好,欢迎收看星洲日报沙巴新闻 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五 首先来看封面以及头条新闻 中国驻亚币总领事黄世芳指出 2022年中国与沙巴的贸易额约为123亿令吉 大约占了沙巴国际贸易额18% 使到中国成为沙巴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 他说中国与沙巴的经贸合作大跃进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沙巴投资或拓展业务 根据移民局的统计 今年7月份进入沙巴的中国旅客为19354人 他们有一部分是游客 也有不少是来沙巴考察经商投资的商人 黄世芳是在星期三晚上出席马中总商会 沙巴分会主办的 2023年最佳卓越企业奖颁发典礼 受邀至此时表示 中国驻亚币总领馆今年发出不少富华商务签证 显示中沙经贸关系合作正在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 颁奖里主理嘉宾沙巴副首席部长 拿督左金昆沙郎指出 沙巴州政府是100%情商政府 欢迎投资者来沙巴投资 州政府愿意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他敦促马中总商会沙巴分会与州政府加强合作 致力引进更多中国投资造福人民 他说沙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位于东南亚和亚太区策略性地理位置 经济潜力备受看好 换个焦点 昨天是举过同庆的大日子 也就是国庆日 在亚币城市广场举行的沙巴州集 国庆日庆典 万头攒动 十分热闹 民众从清晨开始 从四面八方涌到城市广场 加到观赏国庆大游行和表演活动 以沙巴州元首敦诸哈马西鲁丁 和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哈芝芝为首的 政府最高领导 州内阁部长 安全部队长官和外国使节 出席同庆 来看下一则新闻 沙巴首长哈芝芝诺 昨天下午在内陆区丹布南 为州集沙巴日庆典主持开幕 他说纪念沙巴日是另一个 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官方活动 对所有沙巴人以及子孙后代来说 意义重大 不应该被遗忘 因此沙巴州政府决定在相隔60年后 重新举办纪念沙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庆祝活动 他说英国政府在1963年8月28日宣布 沙巴从同年8月31日起拥有自己的政府 使用新的并且有效的州宪法 沙巴之后在没有任何冲突或流血事件的情况下 于9月16日与马来亚 沙拉月和新加坡共组马来西亚联邦 沙巴人民将在同一天庆祝国庆日和沙巴日 感谢您的收看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